由全國文藝界人士組成的橫貫公路訪問團一起三十多個人 今天中午由有關人員陪同沿著蘇花公路到達宜蘭 他們在那裡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這個文藝訪問團到達宜蘭以後 首先參觀了3038處的木工廠 並且他們也曾經前往中華合作的遠東第一大的四台工廠參觀 在今天下午兩點半鐘 曾經在3038處請舉了一項簡報 然後他們在今天下午三點半鐘回到台北